圆满习所愿 习所愿就是四十八愿 一切皆臣服 你看 阿弥陀佛的愿 希望变伐皆虚空解 一切祝福叉徒里面的众生 通通臣服 这是四十八愿 那我们看 念老得出去 圆满习所愿 习所愿之就是发藏菩萨 前面也称发藏必求 于无解中 敬请求俗 皆得之四十八愿 那这四十八愿的来源 四十八愿从哪来的 不能不知道 是阿弥陀佛 看到十方世界 特别是六道众生 太苦了 看看这些人本来都是佛 迷惑颠倒 自作自受 佛 菩萨慈悲心中啊 去想方法了 想个什么方法 来帮助这些众生 快速的回头 快速的征服 向他老师请求 老师告诉他 你到一切祝福查图里面 去参观 去考察 去人之差 去人之短 那个探索率不好的 你不要它 好的你统统采取 你就能建立一个 很理想的道场 成就一切众生了 那么他用五级的时间 你看 紧紧不屑 情是情分 在求索 当然头一个让他看到的 不舒服的 是释放插图里头 有三五道 有六道轮回 所以第一个 他第一个月 过五 我道远 他的这个极乐世界 有凡神通知 没有三我道 那换一句话说 你造的是三我道第一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不受三我道的鼓抱 你要不往生到极乐世界 肯定到地狱 到极乐世界 地狱就没有了 慈悲到极处 所以极乐世界 不是凭空想象的 也不是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王府 教给他的 不是 世间自在王府 就教他到 过过世界去考察 去参观就考察 所以 四十八月是这么来 总结 考察的结果 五届的时间 最后四十八月 他就根据这四十八月 建造成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里面 就是这四十八大月 所发的本事 意义 功云过满 顾名 圆满 是所圆的 过去 发的这个四十八月 现在圆满了 他成佛了 有音乐 没有办到 他是不称佛 那么 那么世间 我尼佛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 称佛 已经十节了 十节 在菩萨 修学过程当中 不长 很短的时间 那我们看起来 太长了 那世界 那公云过满 这十节当中 他接引了 无量众生 这无量众生 都是他 愿文里面 所具备的条件 就是 真心 切愿 想到极乐世界 这个愿望 非常恳切 不是普通的 向往 非常恳切的 向往 巴不得 马上就去 那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 齐心动念 阿弥陀佛 全知道 我们齐心动念 佛全知道 那佛为什么 不来借言我们 我们想去 是想去 这里还舍不得 离开了 那佛来问你 我现在的经历 好 再过两天吧 所以佛不来 你是有愿 那个愿不肯借 对这儿 还有留念 烦恼心气 很没断 这个也没有关系 可以代言往生 最重要的 你的心 有没有怀疑 如果有怀疑 是障碍 愿不肯切 是障碍 果然 真心 真愿 阿弥陀佛就来了 来干什么 来跟你报喜 告诉你 你将来阳寿 开始了 那个地方注册了 七宝莲齿莲花 有你的名字 不会错的 阿弥陀佛讲堂 有你的座位 也有你的名字 你只要认真努力 真地万元放下 还有寿命 我不想要了 我现在就跟你走 行不行 行 阿弥陀佛会给你 约定世界 到时候 他就先去 就带你走了 这个例子 很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